大家好 今天是1月20日 星期四收市之後 恆生指數今天好爆 大家都知道 升了超過800點 成交去到執近1800億 真的很久沒見過 尤其是今天陽足半年未出現過 價量齊升的情況下 當然可信 過去幾個星期一直跟大家說 恆生指數在跌浪反彈的內頭 只有幾個位置需要修復 23700已經修復了 24000也修復了 10天和50天線的黃金交叉 這件事今天都做到 所以有一個跌浪反彈 彈一下彈一下 是有機會變真星浪 這件事是有機會 但我現在不可以百分之百確定 因為10月的時候都有黃金交叉 不如這樣說 248也站穩 上網是257、263、257、263 儘管看看到哪個位置 但是記住 如果真的買貨 當然不要去反手造淡 因為價量齊升 買貨仍然要有戒心 我不是叫大家戒心不去買東西 而是在選股、選板塊方面 要知道市場現在是流出增長股 是流入價值股 所以科技、弱勢仍然是黏一皮的選擇 不是不升 我不會覺得它會無根事 但問題就是 在安全感上 你仍然去關注金融的板塊 能源的板塊 包括銀行 又有內險 因為最近這兩天 內房似乎鬆綁 對於內險的陰霾掃清 內險都是一個好的選擇 能源方面 煤炭、石油 繼續是你們的選擇 所以不要反手 繼續去拿著一些利好 強勢的價值型板塊 看25,700、26,300